劳动部有一位公务员在办公室内轻声 消息传出当事人是因为遭到职场的霸凌 不仅被迫加班还被长官辱骂才会寻断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认为这种可恶的长官 其实公家机关里到处都是 他评判就算是劳动部愿意调查 八成也查不出来 因为劳动部里面肯定有一堆的长官 也是最不得性 公家东西这种垃圾长官一大堆 我讲实在话一点都不稀奇 因为我父母都公务员我非常清楚 这种就是平常很喜欢耍官威 然后遇到事情就开始推卸责任了 然后叫大家全部闭嘴的 这种长官一大堆 在公家单位里头很多人就是 你会注意到 他每天工作最辛苦 然后他每天加班 加班还不准你报加班费 一大堆这种人 那这种人长官最喜欢为什么 我把东西全部丢给你做 你也不会抱怨 然后这种人也不会升官 为什么长官舍不得让你升 你一升了谁来做这件事 就这么简单 所以反而是那些每天在那边溜须拍马 在那边讲田野 在讨好长官的那些拍马屁 那些人都升了 那些人平常也没在做事 可是这种苦干实干 就永远留在那个位置跑不掉 所以到最后 有些人承受不住 可能就选择亲身 我认为这种事情在 公家单位里头到处都是 只是情况的严重跟行为而已 差别就在这里而已 所以我希望劳动部赶快去把这件 整件事查出来 那如果长官有相关责任 该就责就要就责 那重点不是只是就这个长官的责 而是你们怎么样去改善 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如果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现象的话 只是就这个长官责有什么用 其他这些垃圾长官 一样还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有心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看很难为什么 因为劳动部资体育队长官也是这样